AI物联网其实在每个人的生活周遭都会看到 尤其现在全台湾都在封绿电 而业者也发挥了自身对于在数据的掌握 那么利用在AIOT人工智慧物联网的技术 可以及时来掌握相关的环境或设备 甚至还能够用科技来解决着太阳光点 令人诟病的清洁问题 为了配合政府2025绿电政策 台电特别将这140公顷的火力发电厂预定地 改建为太阳能光电厂 还特别找来电信业者以AIOT人工智慧 及物联网技术及时收集数据 来预测每日的发电量 让电力调度更加方便 人工智慧及时收集每天的气温 风向风速到日照强度 再经过大数据分析 预测当天甚至未来一周的累积发电量 通过暗场与暗场之间的相互交流 让全台电力分配发挥最高效能 身为电信公司 我们深知数据的重要 所以整个在智慧绿能上面 我们把所有这些现场的数据 包含环境的数据 另外在暗场本身这些设备 包含像模组 像逆变器 还有像这些PVbox等等这些数据 都集中到后端的资讯平台来 电信业者以自身对数据的高度掌握 把一大片传统的模拟看板资讯 通通浓缩成表格图像化 让太阳光电厂的管理更加轻松 而且不只智慧绿能电力调度管理 暗场本身的环境维护 也能用更自动化的方式解决 烘拍机缓缓升空 跟着模组自动清洁系统 一列一列来回检查 光电板上的脏污是否确实清除 不只大大节省人力成本 更能让全区超过30万片的太阳能板 每一片都能发挥最大功效 这个暗场这么大 我们如何做到自动化 我们人不用每天在那里 巡检工地 我就可以知道 暗场大概有没有什么设备 烈化或者设备故障的议题 甚至假设如果是简单的 模组上面的一些 这个脏污问题 我们也可以利用发电效率上面的 及时监控 所以来了解 那以及出动我们后续的一些 清洗设备 张宾暗场利用科技解决光电厂 一项困扰的清洗问题 但靠海的地理位置 还得注意风沙和海水的侵蚀 让整个暗场的维护困难重重 即使如此 业者还是义无反顾投入绿电开发 除了太阳冷之外 大家刚才看到其实发的电 一则就直接用掉 那另外一方面 是不是有机会能够把它储存下来 所以目前我们也在跟相关的 这些合作厂商一起来谈除能的应用 看准绿能的未来发展 加上暗场的AIOT应用 业者看好未来5G运转 大频宽 低食盐 高速率 三大特性 能让暗场管理更有效率 也让重点的投资报酬率 再上一层楼 谢谢唐一针 陈日志 台中采访报道 好 今年CES大展 还有一个亮点是 苹果会再次的重返大展 它上一次出现是在1992年 等于说它接近30年过后 这一次苹果也会参加CES大展 那虽然说它关注的 可能会是比较用户的隐私 或者是保护的议题 但是全科技其实都在 虎视眈眈这苹果的5G手机 所以老师我们刚刚讲到 5G车联网 甚至在5G手机一定是今年的大亮点 那社会股的先后顺序 第一棒抓谁 我想其实没有错 在整个过去一年 其实你会发觉市场的大部分重点 就是摆在5G的一个相关的概念股的部分 那接下来整个2020年 这崭新的一年 我相信其实市场还是会 摆在所谓一个5G的一个部分 特别是说 未来一个5G的一个 手机的一个渗透队的部分 可能是未来今年一个焦点的一个重心 所以我想谈到整个5G的一个部分 当然大家第一个联想到就是说 5G手机要好用 或者说汽车的一个物联网要好用 那一定是基地台的一个部件 所以我想第一个 整个过去这一整年来讲的话 你会发觉最强势的族群 就是在所谓的5G基地台的一个供应链 因为他们是优先受惠的族群 但是我想这些的一个相关的 5G基地台相关供应链 其实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 明泽已经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 而且你会发觉这些族群都是 曾经在整个过去的一年 曾经都是一些大涨的一些族群 但是这些股票你会发觉 当大涨上来 也正如我们每天在整个非凡商业台盘中 跟莫名联系的过程中也讲清楚 当第三季财报公布之后 提防这些族群短期地多出境 进入所谓一个中断整理 所以反而在整个第四季的一个 11月12月份 台股在冲关1万2000点 一个整数关卡过程当中 你会发觉上述这些热门族群 不仅没有什么表现的空间 反而股价是拉回整理的 包含说在整个散热模组部分 如果导播可以带一下 就是说这些相关个股的一个K线图 包含在3324的双红 3338的一个泰塑 甚至在3017的一个起红 其实最近过去这几个月 股价都是进入所谓一个中断整理 那我认为说这些族群 当然后市的基本面还算不错 你可以先看指标股 3324的双红 什么时候有机会突破上去 因为以法轮来讲预估说 整个去年2019年 EPS大概12到13 今年EPS有机会来挑战15到17元附近 或许在整个这一波 算是整理的姿态比较高 都在整个季线上下整理 有没有机会说 什么时候整理完再往上突破上去 投资人可以特别留意 整理完的一个中断整理完 结束的买点 另外就是在3338的一个泰塑 去年的EPS大概3块多 但是法人预估 今年大概有机会倍数成长到6块上下附近 那你会发觉也是在股价 经过涨多一个中断整理 那目前为止还没有整理结束 另外一个是比较低价的3017的起红 我倒是觉得这档股票 你还可以特别做个锁定留意 因为以齐鸿来讲话 你会发觉如果从筹码面的角度 去年12月 外资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站在买方 那齐鸿在整个 去年前三季赚1.89元 前年大概赚2块多 反而乐观的预估 今年EPS有机会来到3块多以上 所以整个成长幅度算是蛮高的 那目前股价一个机器比较低 那这是整个散热模组 其实目前还是个中断整理 第二个就是在PEM的部分 我想直接带到整个K线图 包含在3105的文帽 或者8086的一个红结科 其实这些股票 目前为止都是属于一个中断整理的格局 那都在一个中断整理 目前还没有整理结束 然后包含在8086的一个红结科 那你就特别留意说 这一波他们回到整个半年线上向附近 什么时候有机会整理完 是包含在整个所谓的一个网通部分 5388的一个中壘 2345的一个字邦 甚至在所谓的一个同伯基板的一个台药联帽 这些股票其实 大家对看老的 就是所谓的5G基地台的供应链 但是这些股票其实就像我们所讲的 过去的第四季 大部分的股票 他们都在做一个中断整理 那后续就看他们什么时候中断整理完 再有机会再做攻击的动作 这整理结束了一个买军讯号 我想盘中的年线 我们还是适当会跟大家做个提醒的动作 但是我认为刚刚也讲的 5G的基地台 在整个过去一年成绩已经大涨过了 那回过来会不会说 潜力族群换到我们在 之前记得在9月10月 那时候苹概股在相对地上 就跟同事们提到的 如果苹果今年确定会出 5G的手机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说接下来可能真正的 5G的相关的黑马股 会从所谓的基地台 转到所谓的苹果手机 苹果的5G手机的相关供应 因为现在市场预测 苹果明年可能会发 5款新手机有4款是5G的 对 没有错 所以我们在整个业界都在讲 去年一整年大部分在涨的是 华为手机的概念股 那苹概股的手机 都在整个破断一个相对低档 那如果苹果今年有机会出5款手机 提供包含4款的手机 那现在整个市场共识说 整个今年苹果的一个 手机的一个出货量 会较去年至少成长10%以上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今年的一个苹概股的业绩 已经几乎笃定 会比去年好的情况之下 那股价又在相对的一个低档区 我觉得投资们未来可以特别留意 特别是在可能在过年前后附近 如果大盘指数 因为过年长假的一个压回整理 或者说在第一季财报公布前后附近 我觉得可以特别注意这些 所谓的一个苹果的5G相关供应链 并不是说所有的苹果手机 爱念股都可以买 我觉得是搭上5G相关个股有机会 所以第一个大概是在 比较主要多镜头的一个 大力光跟预军光的部分 那这两港股票其实都目前的一个 整理资料都算蛮高的 那通常来讲 3406的预军光 你要特别注意 不要看它涨多的不顺眼去放空它 因为它每一年都很容易把你空单搁到 四月份 能卷让你强迫回补在整个波段的相对高达 那我个人认为说 既然谈到是5G的部分 那就5G的相关供应链 特别是在5G的天性的一些相关个股的部分 所以我是觉得说你特别特别留意是说 可能在未来一个基期比较低的就在这边 不然在6269的一个台郡 明年是确定有拿到整个苹果的5G的相对订单 那我会过来看 其实台郡目前大概都在所谓的100到整个120块 这个区间震荡整理 也可以特别注意说 区间中段整理结束之后的 另外这个波段一个买点浮现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当台郡会上来 我觉得说台郡的上游的一些软板的相关的材料 比方说8039的台虹 这种就也会有没有机会成为今年的一个黑马股 因为如果你仔细看 整个大股东长华 其实在过去第四季以来 其实已经累积买超了至少8000张到1万张的台虹的股票 平均的成本大概在44块多 那以台虹来讲 今年的EPS在打掉所谓太阳能基板的一个 负债的亏损之后 今年获利有机会大幅的弹升 另外一档就是在3645的达麦 它本身也是属于软板的一个黑色PI的一个材料 另外就是在MPI的一个材料 那你会发觉股价经过了将近一年的一个中段整理 我觉得这些股票都可以特别注意的 就是说未来整理完的一个 这个股价在相对低档 营收获利一个开始成长的一个 所谓一个大波段的一个买点浮现 那当然在同步额基板的部分 也许在整个去年 大家市场的焦点会排在台药跟 所谓的一个年冒部分 台光电是其次 可是你会发觉 其实这一波的一个中段回档整理过程当中 反而是台光电比较强势 那甚至在整个台光电 在整个12月底的时候 已经率先的两根中长红 已经率先的突破所谓一个整理的一个 有机会先率先 中段整理结束再往上做攻击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台光电最主要的是在 苹果的5G的一个相关供应的通波基板 那如果未来市场是摆在 苹果的手机的5G供应链的话 我倒是觉得说 可能今年的台光电的走势 也许会比年冒或者台药还要好 那这次相关的一些苹果的一些供应链 而且特别是在整个软板的相关个股 股价在整个中长级相对低大 投资会可以特别留意 那另外就在整个电动车的部分 我想大家刚刚明泽也很清楚告诉大家 传统的汽车 其实这一两年的销售量是下滑的 但是Tesla的一个汽车的一个收入量 反而是在逆势成长的 所以在整个相关的电动车概念股的部分 比如说3665的茂林KY 就像刚刚明泽告诉大家的 因为先前受到现金增资的一个 外资套利影响 筹码比较乱 一度再回到年线上下附近 但是也看得出来 目前是一个 大概200到250块一个区间 我认为震荡逢回 大概比较接近年线200到220块这附近 可以特别注意 那今年获利应该是会跳去年了 另外一档就是1536的核大 目前大概在100到120块一个区间 如果震荡峰回 可能接近所谓的一个100到101附近 投资会可以特别留意 那另外的就是在 所谓的一个机器的概念股 包括在亚德KY 或者说在所谓的一个上影值的 不过目前来讲 工具机的这一块 整个上半年的景气 有没有机会落底 还是要特别做个锁定留意 如果有机会落底 才有机会上来 但是目前他们落底的时间 可能稍微慢一点的 机率会比较大 那刚刚讲这么多 我觉得投资网可以把 今年的焦点重心 摆在苹果5G的 手机的相关供应链 可能今年会比较爆发性的一个成长 好 所以两位专家 也把大家看了一下 CES大展的多方题材之后 元月份题材 还有其他的主轴 我们稍后回来等您扫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